有沒有開口換你講 阿有沒有進來聊 我每時候覺得你都一直有那個 好 這是進來聊 不用不用 我不行 好 然後這個開口換你講 好 阿滿這次開口換你講 快點 我是First Day Palette 好 我是Friend Day 三獎 哈囉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零食 日本零食 日本零食 可不可 好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日本的必買零食 日本的零食 日文叫做 お菓子 我超愛吃日本零食的 真的覺得日本零食 它的クオリティ 太厲害了 先就來介紹第一個 大家還記得前任子 非常紅的薯條三兄弟嗎 最近有新出了一個 超強的新品 很對我的胃 將將 這個 我是三姊妹 我是三姊妹 它是 とろっとチーズ 味のカリカリポテト 那日本有很多的 擬太魚 カリカリ 是指脆脆的 的意思 脆脆的 那特別的是 它的馬鈴薯洋芋片很脆 然後上面呢 有零起司 起司 超好吃的這個 很推薦 它跟我很喜歡的一個 零食非常像 之前的影片有介紹過 叫Pizzaポテト 這已經被我吃掉了 這是期間限定版 對 Pizzaポテト 那它也是一樣 洋芋片上面有起司 可是這兩個的差別呢 是它的起司 有點像是 新鮮的起司 不知道該怎麼講 就是 很像那個 起司片的那種起司 然後這個就是 嗯 煮熟的起司 這個吃起來像是 生的起司 然後這個吃起來像是 熟的起司 然後大家可以去吃吃看 兩個都很好吃 那餅乾的話呢 我喜歡茵茵的口感 然後這個是 茵茵的代表隊 將將 一個是 大家可以看 上次的影片 這個就不多說了 每次都會必買的 然後它有很多的期間限定 每次去都有不一樣的口味 喔這個是我最近新開發到的餅乾 超級好吃 就是叫 就是有波浪型 然後吃起來 口感超級 硬的 然後 我覺得吃起來超級過癮的 這個真的是 推薦推薦 然後 它有BBQ口味 跟起司口味 我個人覺得起司口味 更好吃 雖然兩個都很好吃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這個是7-11 7自己出的餅乾 明太バター風味 是 這兩個 在台灣好像也蠻有知名度的 這個叫 細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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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就是明太奶油口味的細切薯條 那這一個的話呢 是煙燻香腸口味的 然後裡面有包起司的餅乾 這本都有賣 所以大家可以去買買看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它是台灣有賣的喔 ガルボ 這個台灣 看到的應該是 草莓口味吧 那個口味非常好吃 而且第一次吃到它的時候 也覺得很驚豔 外面看起來超光滑 好那這邊叫一下日文教學 這邊 藍色的 這裡 它寫什麼呢 貝勒你你念看 手に つくい つきにくい 它叫 手につきにくい 那你猜它是什麼意思 就是 手什麼 你故意的 什麼你故意 誰故意啦 手につきにくい 日文的俊行 這個 點點點にくい 是不容易 點點點的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說 不容易沾手的意思喔 好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讓我很驚豔的這個 シャルロッテ 這個是我上上次去日本的時候 偶然買到的 吃起來真的讓我超驚豔 覺得說 天哪 這個是北利商店的東西嗎 也太好吃了吧 吃起來很高級 就覺得說 不像這個價位的東西 另外幾個產品 這兩個我還沒有吃過喔 這個新的來吃吃看好了 這看起來比較好拆 來 直接把它拆開來吧 哇塞 它打開這樣子 好像一個茶包喔 好特別的包裝 哇 好香喔 草莓 巧克力 長得這樣子好漂亮喔 好 好 試試看 いただきます 謝謝巧克力 好那接下來 接受的是 大家可以在日本的 試把超市買到的餅乾 這兩個可能在北利商店 比較不好買到 剛剛Seven的那個很像 裡面有包起司的 濃厚起司 濃厚起司 披薩口味 然後這一個呢 它有點像是大家知道的 多利多汁 然後上面淋了起司 你怎麼都是買起司的 因為我喜歡吧 這個日文字它寫 Torokeる Torokeる 是日文的入口即化的意思 好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軟糖 我超愛吃軟糖的 登登 這個叫 我連短糖都喜歡吃硬硬的 我知道 這個最近台灣也有 大家有看到可以去買買看喔 這個你會唸嗎 這個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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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乾 子 白 這個叫 甘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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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酸酸甜甜的意思 它是結合 甘い 甜的日文 跟 酸 酸的日文 合在一起酸酸甜甜的滋味 就叫 甘子白 台灣的 情人果的話也可以叫 甘子白 欸對阿 就是酸酸甜甜的味道 再來要介紹的是 おなじみ 台灣的人應該也不陌生的這個 アルフォト 這個真的很好吃 巧克力 餅乾 倒出很多口味 吃起來是怎樣 這個你有吃過啊 我有吃過嗎 餅乾長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巧克力 對 喔 這個台灣的冰淇山地有時候有買 大家可以買買看 很好吃喔 好 那接下來是日本的小朋友 從小吃到大的 將將 パイのみ 這個就是 パイ 吃起來就是 一層一層的感覺 裡面有巧克力 而且呢 它 居然是可以微波加熱吃的餅乾喔 其實我自己也還沒有微波加熱吃過 下次試試看好了 那教一下微波加熱的日文 叫 蓮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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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最後要介紹的呢 是日本很經典的巧克力 將將 マカダミア 這個真的很好吃 相信台灣的冰淇山店很多地方有在買嗎 最近好像有買一送一 喔 講到這個 我在台灣的冰淇山店想要買買一送一 都買不到欸 會少購光了 所以在台灣也很好 那這個真的很好吃 有經過看到可以買一下 マカダミア 欸 等一下 我們是不是這個位置 我想說它怎麼多了一顆 想說你怎麼那麼幸運 嗯 那我們要一邊吃好吃的餅乾一邊結束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新的影片會通知你喔 那我們也有其他日比影片 每天都會有Facebook Instagram 用中日文分享資訊 現在 立馬 就分享 按讚 留言 就會有